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么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行动二最强的角色巴德啊 这三期视频呢我有给大家讲过巴德他有个bug可以给你自己的路上卡无限生命 而且还可以给敌人自动散流血 但是呢三期视频很多人并没有看懂是怎么操作的啊 所以说我打算再录一期视频给大家看 那么呢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巴德的卡牌必备三张 是哪三张卡牌呢 分别为试验性武器血性支援还有精准修复 这三张卡牌加起来才能触发这些bug 那么呢首先呢试验性武器就是给db武器增上30% 这些流血效果都是基于这个武器伤害的啊 那么呢接下来的学习性支援给敌人上20%的流血 只要你基础武器上够高 然后流血下来的伤害也会更高 最后呢就是精准修复啊 精准攻击可以恢复1200点的生命值 那么呢这以上的操作都不需要你开任何一枪 好的我现在主持了一场新的持久战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些功能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待会呢我也会放一些大事局的实况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呢现在我所在的地图呢是龙炉 也就是铁工掌 这个地图呢是非常适合刷卡刷经验的很快啊 只需要锁一个路口就行了 非常的省时间 那么呢首先呢你需要把装备级鞋子卡来这个路口就行了 对了没错 鞋子的话你可以阻挡大部分的敌人 这样的话敌人就进不来了啊 当然呢除了种兽啊出生兽 悲剧者这三种可以跳进来之外 其他都进不来 好的我现在在右边放了一个二节路 让你们注意看一下 现在有个兽兵他过来了 待会呢他会自己流血流死的 对了没错啊你不需要开任何一枪啊 敌人碰到你的二节路战 就相当于被你的安帕狙击枪打中了 他就会上了你安帕狙击枪的流血 所以说你的安帕的武器伤要高 然后流血伤害要高 这样的话敌人的流血伤害也会更高 所以命题你要进场完美装填 这样的话敌人碰到你的路障的流血伤害也会更高 那么呢在这里还有个小技巧 就是敌人通过你打碎的B面的话 也会自己上流血自己死掉 这个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对吧 那么呢只要你队友有在输出啊 那么呢精准伤害都是算了你头上的 所以说啊你的那个路障是绝对不可能会掉血的 就全程都是麻雀的状态 大四局一局都不用修啊 不用浪费一分钱 那么呢接下来就是圣诞大四局的实况 给大家看一下啊注意一下戏剑 又来又来又来上网上网 前线准备就绪 没事要看看吧 就这样吧 啊就这样吧 别开一个盾 回去就跟那个点狱掌上估计 放倒那个点狱掌 还剩两个 这个程序 还挺猛啊 也别说 丢属这枣 变手榴弹 丢属这枣 变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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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撞 闯 因为你这的软离 变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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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手榴弹了 就你下次跑去 丢出电击手榴弹 狐生兽倒下了 又解决一个 丢出电击手榴弹 丢出电击手榴弹 灵光 丢出手榴弹 爆炸了 丢出电击手榴弹 丢出电击手榴弹 哎呦,这个真的炸的 你的炮塔没的主弹啊,过来补一下 哎呦,他找到了 解决你了,逃出破片手榴弹 救 放开 我的错 扣出扣片手榴弹 我的错 扣出扣片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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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爆炸了 死马蠢活 走吧 哎,我又流血了